中和中山路大路口吊車進行看板掛指作業 續批連任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率先掛上新一波看板 備戰年底選舉 合體總統蔡英文 鏡頭第一邊 張志豪跟副總統賴清德的信賴 臺灣系列已經上架 成為新北市第一面合體Live看板 武泰林參選人李宇翔 下週也將掛上合體Live看板 畢竟已經到了六月中旬 民進黨新北市長提名人選 尚未底定 小雞焦慮感在基層蔓延 過去的提名時程來說 其實五月底就會有新北市長候選人 小雞在充分焦慮之下 我們只能尋求自保的方式 這個母雞出現之前 我們還是要有曝光機會 而板橋參選的山田摩依 選擇和立法院長游錫坤 同框掛看板持續衝高聲量 參戰三重如舟參選人 也為此著手規劃 下一波看板文宣 目前所定近期被點名 參戰新北市長的立委 羅志正 不管是羅志正委員或其他 我們民進黨的戰將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掛我們的看板 期待我們趕快把新北市市長 人選底定之後 母雞帶小雞全力來輔選 來佔新北市這一戰 民進黨雙北布局聯動 要尋覓最強戰將 即便議員參選人 深深催 可能還是得多點耐心 反觀藍營雖然新北市長侯友宜 尚未宣布連任 有信任議員手腳快大型看板 搶先上架 侯友宜一直是我們國民黨的最強母雞 是會延續上一屆的這個選舉 那繼續用跟我們侯市長的一個合照 那象徵的就是我們跟著 侯市長一起並肩作戰 距離年底選舉倒數不到半年 眼看藍軍擁有執政優勢 綠營母雞還沒揭曉 小雞紛紛合體大咖 拉抬身勢 為從次選情先暖身 三連選 嚴俊強 日文 新聞報導